为了推动社区小旅行 雨池香雨池兼社区发展协会就串联周边社区 来开发社区小旅行 日前也邀请旅行社业者亲自走访 我们这次小旅行很荣幸我们邀请到我们旅行社 联谊会的带领大家的同业来我们这边雨池香采线 那也希望透过我们今天这一次两天一夜的采线 它采套我们整个四个社区 能够为社区带来更多的客源导入 然后也可以增加我们社区产业的经济收入 我们这次话主要是着重在杨林 杨林是在金融山的部分 那下午的话我们会在东光社区 东光社区的话是以山区乡间步道以及脚踏车为主 那明天的部分我们会在路高 路高是以红茶故事为主轴 来做一个小旅行的路线的串联 总干事也强调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让叶子了解地方的特色 进而规划成特色游城 带动地方新商机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话很荣幸的 透过我们的那个朱永达朱总经理 他有把我们整个行程 小旅行行程提报我们今年观光局的金子奖的游城 如果今年都会顺利得奖 那很相信我们这些小旅行的游城 可以广为这个旅行社来接受 然后希望在明年的时候 就更有机会导入更多的游客 进入到我们社区来做小旅行的行程 台湾其实是要走深度旅游 会比较有特色 那社区旅游呢 其实是一般我们在我们旅游业者呢 现在目前是比较比较少看到的东西 但是它是很棒的东西 业者也指出 南投大部分都去日月潭与西投等知名景点 但其实有许多更值得开发的地点 因此这趟旅程也是相当的值得 感觉空气好 风景真的很棒 很值得再来 真的很值得 你看这个风景真的很美 我第一次上来 因为这些地方呢 已经走过太多次了 希望再换一些新的环境 然后发掘一些台湾更美的 乡间小路 因为日月潭这已经 大家我想全国 大家都已经走过太多太多次了 对 所以我们还有很美的社区 值得我们来开发 社区也强调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串联各社区的景点 开发社区小旅行 未来将有机会来争取旅行社的套装行程 为地方带来新商机 记者邱品逸 于此采访报导